大家好 今天是6月19号 蓬佩奥在参加完夏威夷密会之后发了两个推文 跟随他一块去夏威夷的助理国务卿 史迪威接见了记者说了一大堆话 川普发了一个有关中国和美国完全有可能脱钩的推文 从这三件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目前美国的最新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蓬佩奥发了两个推文 第一个推文就是说这次夏威夷会谈 杨洁篪承诺要完全履行第一阶段协议 第二个推文就是对中英边境春土 这些印度的士兵死亡表示哀痛 这两个推文实际上我们看出 整个会谈没有什么成果 仅仅是第一阶段协议 中国说继续要履行下去 这个并不值得任何的称赞 原因是这个协议是一月份签订之后 中国只是有履行的义务 对它履行义务没必要进行赞许 那蓬佩奥现在突然拿出来赞许一下当作成果来炫耀 实际上就说明会谈没什么成果 另外在印度这个方面 中国可能已经答应要进行和平的解决 要息事宁人作为它的一个筹码 它现在亮出来 我们知道中英边境春土是在下午一会谈之前 是中国故意制造出来的 制造了这样一个筹码 然后会谈的时候给美国就说 我可以把中英边境春土减下来 那么你拿在哪些方面做出让步 那目前中国也释放了几个印度的士兵 十位士兵 其中还包括三位军官 那中国现在想息事宁人 那蓬佩奥发的这个推文也表现 美国想息事宁人 因为这个推文率只是表示哀悼 根本对中共没有做任何的谴责 也没有说美国站在印度人民这一边 要抗击中共的侵略 没有这样的狠话 所以印度它自己虽然非常的充满义愤 但是美国肯定是要叫印度也要息事宁人 所以我们看到中英边境的春土 现在还最关键的是取决于印度自己 中美双方都想息事宁人 那从蓬佩奥的这两段推文 我们看出中共可能在第一阶段协议 和中英边境春土上做出了让步 说了一些好话甜话 但其他方面可以说是乏善可逞 没有任何的进展 那蓬佩奥的推文也必跟他一块去夏威夷的亚太主力国务卿斯蒂威 他见记者的时候说的话所证实 那斯蒂威见记者的时候就说了 这次谈判那中方的态度非常的不坦诚 意思就是双方没有充分的交流 而且最后没有达成多少的成果 目前来看唯一的成果就是第一阶段协议 再一个是中英边境春土 有可能中方希望息事宁人 就这两点 那斯蒂威就说中国外交部赵立坚 发的那个声明非常的片面 因为赵立坚那个声明我们知道 完全是中方好像在那里气势熏熏的 在兴斥美方 在缠明他们的立场原则 而且一定要一意故行到底 其实这个会谈美方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而且中方有可能在口头上还答应了 所以斯蒂威就说 这个会谈整个的成果还要在数周之后 我们再看它的情况如何 也就是说要听其言观其行 很多方面中国其实已经答应了 可能慢慢的要再旅行 当然很多网友一听这里就知道 他们对中共的旅行协议 对中共进行各方面的善意的妥协 完全是高估了 再过几周我想情况只能是更加的恶化 不向任何良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看到在香港问题上 他还是一意故行 他把这个国安法塞进了人大常委 那么他们这样一个制定 实施这个法律肯定是不会减缓 另外最新的消息就是把加拿大的两个马克 又给正式的起诉 那说明中国政府在华为 在孟晚舟 在中美高科技对抗这方面 根本就没有放松 他还是要跟美国死因的对抗到底 那我们再看一下川普总统 他发了一个推文 他发的一个推文是针对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 莱特希泽 星期三在国会的听证的时候 莱特希泽就说了 他说中美之间中方履行第一阶段协议 是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两国已经不可能脱钩了 没有脱钩的可能性了 因为有第一阶段协议存在 那川普就发了一个推特 他说莱特希泽可能是错了 他可能没有论清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在中美这样一种较量之下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策略的选择 那就是在多种价值观的考量下 选择与中国完全的脱钩 那这个推文发出来之后 全世界表示震惊了 我们看他的这个推文 主要有三层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就是针对莱特希泽 意思说第一阶段协议 实际上并不妨碍中美之间的完全脱钩 莱特希泽意思说 既然有中美第一阶段协议 而且他旅行的还不错 所以两国肯定不会脱钩 那川普说 第一阶段协议和完全脱钩之间 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虽然他第一阶段协议旅行的不错 但是我们因为其他价值观的考量 我们也可以跟他完全的脱钩 那第二个方面呢 他是完全的针对这次蓬洋密会的 那夏威夷会谈之后 蓬佩奥肯定给川普汇报了 他汇报一听呢 就知道这个汇谈呢 结果并不好 那中国呢 在大的方面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的让步 在香港啊 在北韩呢 等等他关心的这些地区 所以他非常的生气 他觉得呢 对中国政权制裁 各方面的筹码还不够 必须要加压 那加压之一呢 就是全面脱钩 所以他是对这次的夏威夷密会呢 做出了这样一个反应 那第三一点呢 他发这个推文呢 实际上是给伯尔东看的 伯尔东的新书呢 特别强调 川普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为了大选呢 和中国呢 勾兑 就说第一阶段协议呢 你们多购买一些大豆玉米 然后呢 帮助我来竞选 所以川普呢 为了抵住伯尔东的这样一种指责呢 他又要告诉全世界 告诉美国人 实际上 我跟第一阶段协议 跟我的选情呢 是没有关系的 我为了坚持原则呢 我完全可以 抛弃第一阶段协议 我完全可以跟中国呢脱钩 我不是仅仅是为了我的选票 才赖着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呢 不放 所以他把这样一个信息呢 要告诉美国人民 我不是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选票 而天天来摊天那个大豆 天天来摊天那个玉米 天天来摊天第一阶段协议的 那目前来看呢 大家都也希望中美啊 马上脱钩 然后进行对中国政权全面的制裁 甚至是军事的打击 但是呢 各方面的情况还没到这个火候 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最后一个期待 那就是第一阶段协议还存在 但第一阶段协议呢 对美国来说 现在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激烈 激烈是什么 就是欺之可惜 十之无畏啊 对川普来说呢 现在马上放弃第一阶段协议呢 还不可能 马上放弃呢 就说明你两三年来的这样谈判呢 是白谈了 你的这个值得夸耀的这样一个政绩呢 就是没了 而且你马上放弃之后呢 再加征关税呢 那目前美国的经济也不是太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会引起新的经济的震荡 所以你把它马上放弃呢 现在还有很多的阻力 但是你现在不放弃的话 你现在第一阶段协议呢 完全成为政敌啊 来攻击你的一个借口 也成为中共呢 来不断的左右你的一个鱼儿 很显然呢 第一阶段协议已经成为 中共对川普的一个调碍 已经成为中美谈判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 川普政府呢 还不能不围着这个调碍去转 在这种情况下呢 川普呢 那是非常的被动 而中国政府呢 就是利用这个调碍 来避免中美之间 正式的全面的给脱钩 也是避免美国对中国呢 全面的制裁 全面的打击 所以呢 他一定要维系 中美两国之间 这个最后一个期待 然后呢 在这个 利用这个期待呢 再做筹码 然后要求你在其他方面呢 放缓制裁 那对川普来说呢 现在马上啊 就切断这个期待 不要第一阶段协议呢 这个损失是非常大 这就是自我否定呢 这两三年白干了 这个对他的政绩来说 对他的大选来说 那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那为今至今呢 我想呢 就是第一阶段协议 我们可以不管了 你能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 我们不谈这个事情了 这个不能作为 我们谈判桌上的 任何的一个话题 或者是一个筹码 我们呢 其他方面 我们照样非常的严厉 我们谈北韩的问题 我们谈中英关系的问题 我们谈南海的问题 我们谈台湾的问题 我们绝对跟第一阶段协议 不要挂钩 你不要谈 你想谈就不跟你谈 我们谈 单谈那些方面的事情 在那些方面呢 我们要强化对你的制裁 比方说香港方面 现在仅仅推出了一些旅游限制 那么应该马上把制裁高官的名单呢 推出来 马上把香港金融地位啊 进行取消的那些措施啊 全面的给推出来 要非常的严厉 在中英关系上呢 马上的要派航母 派这个特种兵去帮这个印度打一仗 打非常漂亮的一仗一战 把这个中共打败 甚至呢 就像我上一次在视频里所说的 中英呢 交战 然后美国帮助打了喇嘛 回这个西藏 那一举这个 把整个西藏给解放了 那那个战力呢 这个世界物极呢 在整个军事上 也是有非常好的战略的优势啊 包括南海的问题啊 北韩的问题啊 我觉得美国应该完全的强势 而且呢 跟第一阶段协议呢 完全的配清关系 这样呢 我觉得呢 才是川普目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现在第一阶段协议呢 对川普来说 简直就是个紧箍咒 就是一个铁链 必须要把它在实质上要抛弃 但是名义上不要抛弃 这样的话 川普政府才能大胆的 跟中共呢 全面的进行叫板 实际上川普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他发的那个推特呢 就表明了这个问题 要跟中共呢 全面的脱钩 但是第一阶段协议 这个事情我们不谈了 我们在其他方面 要进行全面的一个制裁 所以呢 这一两天呢 肯定他白宫呢 也在商量 真正的一个对华的政策 伯奥顿出的新书呢 对川普刺激肯定很大 伯奥顿就是在批评川普 对中共呢不够强硬 对中共呢不坚持原则 对中共呢 最后让他给做大 让这个中共呢 拿着大豆来不断的调你 不断的牵制你 伯奥顿说的这些事实啊 所以川普看了之后呢 肯定对他刺激是很大的 他要反思啊 他要塞住这些阵底 包括伯奥顿的口的话 他就要表现的 我实际上不是为了大豆 而放弃原则的人 我是坚持原则的人 我宁可不要大豆 我要坚持原则 我要狠狠地打击中国政权 我要狠狠地来解体这个中共 像里根那样 所以他要表现出一个 非常强硬的姿态 这样才能呢 来塞入这些阵底的口 那最后总而言之 经过这次夏威夷会谈之后 川普 蓬佩奥 彭斯 还有莱特希泽等等呢 也正在酝酿一个新的战略计划 一方面他们在观看这个会谈 会有什么什么成果 中共能不能进行悔改 另一方面呢 他们在酝酿一个更加彻底的计划 来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巨大的威胁 来应对中国对全世界巨大的危害 必须要彻底地解决中国政权 川普一定应该做一个 里根这样伟大的总统 来结束中共专制 对全世界的危害 对美国的危害 那样的话 那川普呢 那才会真正的名扬侵蚀 好 今天的评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宝胜传媒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宝胜传媒